大家好,这一期跟大家分享兰花南北气温的差异非常大 那么在北方养护兰花的话,我们不要过早的给它移出室外养护 为了防止兰花受到冷害的话,我们就要做好三点 首先第一点,不要过早的给它打开门窗 兰花通风换气,我们应该选择在中午气温高一点的时候把它打开 这时打开的时候只能给它打开一点点,时间也要短一点 让兰花有着一个适应的过程,再随着时间慢慢的给它打开 大一点,时间又长一点,这样兰花才会更好的吸收一些新鲜空气 第二点就是当我们把兰花摆在阳台的话,阳台有玻璃隔层的 我们在每打开窗机前,要把兰花给它移的位置要远一点 千万不要使兰花直接的对着冷风口处给它吹,这样很容易使它患病 第三点就是当我们的兰花出现冷害的时候,不要急着给它放在温暖的地方 我们要及时的使用一些温水,温度大概10度左右,装到喷壶里面 给它喷洒这个页面,给它慢慢的恢复生长 之后我们再把它摆回到原来的位置,这样就能让兰花更快的恢复生长 如果你的兰花已经开花,而且在室内温度高的话 一定要保持空气湿度,给它喷喷些水物,增加空气湿度 这样才能够让它的花期更加延长 如果湿度不够,容易出现这些花瓣干枯的丢屑的一些现象 而且它的香气很快也会消失的 好了,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兰花,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